成为预选方案 好莱坞大片里的空中航母 是否即将驶入现实 发展迅猛的无人机 取代半路夭折的寄生战机 美军精心挑选空中航母舰载机的背后 究竟有何苦衷 新型无人机登上海军航母甲板 空中航母战力饱受舆论质疑 美军苦心打造空中堡垒的背后 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会飞的航母编队 敬请收看 其实我们讲 就像刚刚提到的一样 说到这个会飞的航母 最让人没有想到的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空中航母的甲板上 它所搭载的舰载机 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有人驾驶的战机了 取而代之的 将是近些年来 在美国空军中发展迅猛的 无人作战飞机 近期 一部名为 复仇者联盟的美国好莱坞科幻大片 在全球掀起了热硬的风潮 一艘在云间驰骋的巨型航空母舰 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艳想 这种在空中行驶的飞行航母 打破了人们对于航空母舰的传统思维定势 从外形上看 如同一座空中堡垒一样 能够搭载舰载机 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 实施远程作战任务 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种以往只存在于 科幻电影中的飞行航母 如今已经驶入了现实世界 根据媒体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于11月11日对外表示 美军将向外界征求 关于如何建造空中载机平台的设计方案 按照设计要求 该平台将可以在空中发射和回收小型飞机 并扮演类似于航空母舰的角色 搭载战机执行远程作战任务 而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构想 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表示 美军将采用对现有大型飞机进行改造的方式 来使其变身为空中的航空母舰 据悉 目前在美军初步考虑范围内的改造机型 包括了B-1轰炸机 C-130运输机等大型飞机 而与此同时 美军还将考虑让无人机登上空中航母的甲板 有消息称 无人机可以从这种空中机在平台上起飞 进行轰炸 导弹袭击 侦察等任务 并在完成任务之后 飞回所谓的母舰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 该方案将能够扩大无人机执行任务的范围 以便完成目前受飞行距离所限 而无法实施的远程打击型 那我们讲如果说这样的想法真的实现了的话 那么未来我们曾经在好莱坞大片当中 所看到的那种空中航母就会实到现实了 但是作为会飞的航母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舰载机的搭配 其实并没有美国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在美国空军紧握密鼓地打造空中航母的同时 在其上面搭载的所谓航母舰载机 同样也引起了美军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 打造这种所谓的空中航母舰载机 对于美军而言已经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 美军就曾建造出一款 能够挂在大型飞机底部的小型作战飞机 1944年1月29日 在美军技术勤务司令部 来自于美国多家知名飞机制造商的代表 纷纷齐聚一堂 谈讨能否为正在研制的诺斯罗普B-35轰炸机 设计一种适用于护航的小型喷气式战斗机 于是一个打破常规的设想被提了出来 它就是XF-85战斗机 根据设想 XF-85战斗机将配备在大型轰炸机的底部 而由于空间的限制 使得其外形就像一颗长着翅膀的鸡蛋 因此在当时被美军称为寄生战斗机 然而在随后的试飞过程却进行的并不顺利 由于寄生飞机在回到母机的过程中 双方之间产生的干扰气流越来越强 这使其难以保持相对稳定 连经验丰富的试飞员 在花了十分钟之后也始终未能准确对接 最后 七次试飞只有三次勉强成功 而这也使得美军被迫放弃了 这款寄生战机的研发计划 此后 寄生飞机的名字 便再也没有在美军历次发展计划中出现过 而事到如今 美军提出将无人机配置在空中载机平台上的举动 似乎让外界再一次看到了寄生飞机的影子 不过与此前所不同的是 美军这次选择的是无人机 有分析人士表示 对于美国军方而言 如今无人机以其造价低廉 风险小等优点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装备 而这或许正是美军选择无人机 作为所谓的空中航母舰载机的主要考虑因素 随着美军无人技术的不断发展 无人作战装备究竟何时能够登上美军未来的空中航母 成为了各大媒体一时之间争相讨论的话题 而与此同时 美军的一款十分出重的无人作战飞机 X-47B也加快了登上海上航母的甲板 自此 一波无人机上舰的发展浪潮 已经加速向美军未来的海上和空中两个航母编队迅速袭来 那么目前来看美国的国王部是相中了飞行航母 大型飞机搭载无人机成为一个预选的方案 这似乎也是预示着好莱坞大片里的这个空中航母将会属现实了 那么美军苦心打造空中堡垒的背后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近期在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的甲板上 X47B舰载无人作战飞机成功进行了飞行起降测试 据悉 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不懂的是 X47B采用的是自动化飞行 并不像其他无人机那样 让一名地面操纵人员搬动操纵杆和油门 取而代之的则是 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进行飞行起降 因此 舱面操作员只需飞机在飞行甲板上起降时 按动几个按钮 就能够让它实现起飞 虽然目前 X47B无人机仅仅是一种技术验证机 但它却是唯一一种在无需人工控制的情况下 已经实现了在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和着陆的自动固定的飞机 而随着各种试验测试的相继完成 X47B成为一架真正的无人作战飞机的日子 已经为时不远 对此 美军有关方面称 X47B的技术将融入后续的航母起飞无人空中监测和打击计划中 并在2019年前做好服役的准备 一旦这种舰载无人机在2020年前后编入舰队 将使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武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 然而据有关人士介绍 与所谓空中航母的无人舰载机所不同的是 这款体型庞大的无人作战飞机 未来将很有可能 具备能够匹敌美军现役主力舰载机的作战性能 有分析人士据此判断 美军目前正在构想的空中航母 很有可能将与海上航母所执行的任务区别开 而这无疑也将为美军所谓的空中航母赋予新的使命 我们看到无论是空中还是海上 这都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一种体现 而现在我们也发现了 美军可以说它在现在的中东战事 已经是逐渐铺展开来的 那么空中航母它的用武之地 也是逐渐明晰 2014年11月10日 据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采访时表示 美军在中东的第一阶段任务 是建成有包容性 可信的伊拉克政府 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而今后 对于打击叙利亚极端恐怖分子方面 美军将开始转入反攻阶段 而无人机 无疑将在对极端恐怖分子的反击中 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实际上 利用无人机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 一直都是美军所擅长的手段 不过 由于目前大部分无人机在执行任务时 基本是独自行动 在面对大量的极端恐怖分子武装部队时 这使得美军无人机部队整体的打击力度大打折扣 而再加上 其无人机受到航程的限制 使得许多重要的软程打击行动 往往无法执行 不过 如今随着美军此次空中航母建设方案的持续推进 无人机中存在的这种尴尬局面 将很有可能得到扭转 有分析人士表示 这种灵活的小型空中在机平台 如果一旦实现 将使美军在打击恐怖分子时 显得更为灵活 并能够根据敌方的武装程度 发起集群攻击 而它强悍的远程打击能力 更是可以帮助美军在海上航母 抵达目标地域前 深入敌方纵身地带 对恐怖分子实施快速打击 深知又分析称 届时通过空中和水上两个航母的配合 将是美军的航母编队摆脱地理条件的限制 而这对于目前的空战模式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美军苦心打造空中航母的计划 我们能够看到 为了进一步壮大美军的远程打击力量 美国国防部已经在积极寻求 为自己的航母编队插上腾飞的翅膀 如果这种所谓的空中航母 能够从影片中飞入现实 毫无疑问将对今后的空中作战模式 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这种先进作战装备的到来 究竟对世界的未来增添何种变数 时间